立即一人穿訓問 再度重獲自由 身穿灰衣戴著口罩 他就是中央氣象組秘書士 徐姓紀佐涉嫌圖利廠商 遭到約談 訓後被預令20萬元交保 在親友協助下完成交保 徐姓紀佐心情看起來不受影響 還能有說有笑 最後快步離開北檢 但可不止他被調查 科技公司女負責人的父親 高舉手遮擋鏡頭 發現根本擋也擋不住 趕緊拿包包遮臉 原來他跟女兒 也都在這波涉案人名單 二二備檢指揮調查局 兵分五路進行搜索 其中也來到氣象署秘書士 搜索徐姓紀佐的座位 並將他跟涉案廠商等人 統統帶回 原來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改制前的中央氣象局 在110年10月間 為了替換國際會議廳 桌上行麥克風系統 原招標預算超過310萬元 踩最低標的方式 共有4家廠商投標 但當時承辦員徐姓紀佐 卻疑似讓3家事先講好的廠商 投標影響開標結果 最後由出價258萬元的廠商 得標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 其中習慶紀佐和3名廠商 被以20萬元交保 一名廠商女負責人以15萬元交保 另一人則被請回 據了解被約談的其中一間科技公司 是知名安防系統整合商 擅長AI解決方案 過去與總統府、國安局、國防部 也都有合作 沒想到如今卻涉入詐數為標案 而氣象組則強調 對於相關狀況不清楚 一切配合司法調查 後續並安詳情 只能等檢調調查釐清 接受歡迎 我是張欣慈 公平的阿哥了 麥超報導